農煙從工廠內不斷竄出 大批消防人員 拉起水線進工廠搶救 2點05分受理報案 在21分鐘裡面就控制 目前中10月 接獲民眾報案 立刻出動大批人車 趕到現場救援 這幾火警是發生在 三峽借收入三段移住工診所 29號凌晨2點突然冒出火事 當時裡面4名員工正在休息 驚醒後立刻逃出屋外 動速求救嗎 有這個數比較厚的 數比較厚的 那是冰山就對了 應該是 冰山就對了 一男一女員工因為吸入濃煙 導致輕微嗆傷 緊急送往醫院救治 鎖性火事在20分鐘內就被撲滅 消防人員在現場持續進行殘火處理 據了解燃燒面積大約10平方公尺 辦公室內一些用品被燒毀 詳細起火原因仍有待調查 颱風夜還碰上火警 也讓員工飽受驚嚇 記者許志明 陳維鈞 新北市報導